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吃就是睡 昨天给小姨折腾了勾腔 今天晚上应该是我来看她 再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安详 但是有的时候会击败一下 她并不会说每三个小时醒一次 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就醒一下 叫一下 哄一下睡着了 三个小时是如果她都不起来想吃东西的话 你就要开始喂她 你就要把她叫起来喂她了 给大家看一下 孕妇都吃什么 第一天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挖 睡觉 我现在发现第二天她们喝的量就大幅增加 给大家看一下 睡的就是老天了 然后这边她也是管饭的 她应该待会还会给我来一份 因为她就是按照多少人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鸡腿 白米饭 胡萝卜 它基本上就是不放盐 它基本上就是不放盐 然后这边给了一个茶 茶水 这个茶可能是一种没有咖啡的茶 这个感觉是酸辣汤 我给大家尝一下 不是酸辣汤 在这边上学的小伙伴应该知道cafeter 一般都是印度人做的 这个就有点罗宋汤的感觉 然后拿给了一罐2%的milk 以及喝咖啡的时候的这种milk 然后我们自己带了小米粥啊 然后带了这个鸡蛋羹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是什么 橘子汁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还是比较清淡 没有怎么放盐 然后孩子呢 我们今天喂了几次 感觉好像哭得很严重 喂一会就哭 喂一会就哭 所以我们就可能喂的不够 于是加大药剂了 然后呢 就喝的这种 然后把它分成两个瓶子 三个瓶子 现在我们大概一次给它30毫升 感觉这喝完了我马上就睡了 这一次啊 我这个记忆啊 其实非常的深刻 我后来回想一下 为什么老大当时不深刻呢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要自然生产 然后他这边呢 我们当时晚了两周 这极限就是两周 所以晚了两周之后 我们就直接来这个医院了 当时给那个自然生产的那个大夫呢 他就是非常喜欢我们自然生产 所以一直在观察 一直在观察 所以当时已经两三个晚上过去了 就我已经开始有点神志不清楚了 后来呢就说决定做C-section 然后去了 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的晕 你知道吗 那这一次呢就特别的深刻 然后 我就有 我经历去观察 去看嘛 我就发现哈 这些 就是做比如说泡妇产手术这些大夫 包括做麻醉的 他们其实在做手术 进到手术室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松弛感啊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这就让我想到了 其实我觉得做各行各业 你首先要具备一个松弛感啊 尤其如果在看视频 你又是一个想要成为敌战经纪 或者你刚刚成为敌战经纪 我觉得松弛感是必须要有的 嗯 你很难见到在现实 至少在国外的医院里面 大夫都是大家都不说话 然后这个沉默不语的那儿 专心致志 我感觉相反 他们好像都是会有说有笑 可能就在关键的 那么几秒钟的时候 可能不太会说话 就我一直在听他们里面 在说话说话 然后 然后度过会儿 几个人出来了 然后跟我说 麻醉已经弄完了 然后呢接下来 他们要做手术 待会儿叫我进去 我说OK 然后他们在这洗一洗胳膊 他们拿了一种橘红色的一种 海绵 里面应该能自生成那种 这个肥皂的那种效果 他们一直搓搓搓搓搓 搓个两三分钟吧 然后把那一扔 然后一冲 就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就两只手这样 然后用屁股顶着门进去的 进去之后 我本来以为会很安静了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在聊天 直到后来有个大夫说 来进来吧 然后我就进去了 哦 非常的松弛感的感觉 我呢就好像也是个助理一样 除了我没有去看伤口的部分 但是我基本上 孩子一拽过来之后 我就跟其他几个护士 一直在围那儿 围在那儿 就感觉有点像吃瓜群众一样 所以我觉得哈 各行各业 一旦你做的很有经验 松弛感 是一个非常巨性化的一个表现 就跟我带老二一样 现在虽然四年多没有去喂奶了 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你也知道孩子并没有那么脆弱 所以把它拿起来喂奶拍歌 一气呵成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焦虑的 包括他哭 你可能让他哭个几秒钟感受一下 是不是真的哭 还是说一个假哭 假哭的话一会就不哭了 如果真哭的话呢 你可能要看一下 不是饿了就是拉了 对吧 像刚才我给他换尿布 没有睡够 我印象里的两三个小时他就哭了 然后也是刚喝完奶 喝了很多 我想说可能还想喝吧 我就又喂了他一点 然后他还是哭 而且喝完之后 喝的时候不哭了 但是喝了喝成呢 哎 就看拉了 然后给他换完之后 然后再把衣服给他裹上 秒睡 这种松弛感哈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哈 另外哈 这个小姨前两天昨天陪睡的 然后晚上呢 孩子掌握的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睡好 下午去我们家补了一下觉 今天晚上就我来弄他 因为小姨很辛苦 他明天中午还要工作 就不能让他再继续那么下去了 今天晚上我来陪一下 然后可能一晚上就要起来换奶 喂奶呀 换换 希望女儿疼疼他爹吧 少折磨我们一下是不是 啊 拭目以待了 今天呢 基本上vlog做的不是很多哈 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昨天的一种回忆 然后 希望怎么说呢 希望这个 顺顺利利的吧 明天就出 出院了 然后明天呢 其实是两个 一个呢 是孩子可以走了 另外一个什么 妈妈可以走了 那他们都是需要不同的人去签字的 孩子呢 有孩子那边的医生 然后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护士哈 然后护士长之类的 妈妈呢 是有她的那个手术医生 签字的说啊 没问题 恢复的很正常 然后呢 觉得doctor也真的是蛮不错的 richman hospital 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其实 然后 对 大体上是这样吧 然后我觉得 如果要接孩子 通常你一定要有一个那种 专门给婴儿的car seat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呃 这个护士们也不会让你把它接走 这些相信大家也比较清楚 呃 去年我生老大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 有有有在走道上啊 碰到一个双飞 就是是呃 跑加拿来这边生孩子的 还聊两句 这一次呢 可能因为我没有待那么久吧 然后也没有半夜出去 因为我昨天也没住这嘛 所以就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父亲 那搞不好 今天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 你要碰上啊 到时再跟大家聊吧 然后 孩子 也是刚喝了奶 一个多少时 接下来呢 我可能要拿出电脑来 对吧 开始剪剪片子 开始新的工作了 最近还好我队员们 非常的给你啊 把该做的该该看的 全都搞定了啊 今天直播应该是直播的 但是没办法直播了 下次吧 好吧 行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大家早上好 来到了第三天啊 今天呢 生产第一天 第二天 今天第三天 我呢也是在这边睡的 你看这个折叠床在这里 我觉得睡的还蛮不错的 待会告诉大家啊 为什么 孩子呢我觉得还是 处理的比较好啊 非常的开心 晚上我大概就齐了两回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的孕妇餐呢是这些 首先呢是这个鸡蛋 一个muffin 然后这边有个奶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杯米粥 这是一杯咖啡 就是这样比较简单了 但家人应该还会给我们 再送一些早饭过来 怎么说呢 就就基本是这样子 早饭中午饭都是管的 还有晚饭 那么 呃 我今天呢 其实 这几天呢 一直呢 呃 就是 在喂孩子呢 我发现一个心得 给大家看一下 每一次喂奶呢 我们都是有记录的 喂的多少 什么时候喂的 也没有拉 你看我这样都做了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我就发现哈 嗯 基本上他现在就是吃饱了 他就不闹 他闹大概率都是没吃饱 所以我建议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哈 我建议这个新生的 呃 马上要生孩子小伙伴 就是说你在医院里面喂他的时候 你就给他喂饱 然后 然后呢 比如说昨天晚上 呃 我就起了两回 就给他喂的非常饱 然后他就不怎么闹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像这样的这个 呃 这个奶粉哈 他这一小罐呢是59 像孩子第一天出生 第二天出生 一般就喝二三十毫升 我呢就是 呃 突发气响 我觉得就是 一般来说为了节省成本呢 你都会倒出来分 分平 然后呢再给他喝 但是我呢 就整个套在上面全给他喝 呃 因为我觉得你也不知道他要喝多少 虽然有点浪费 但也就是头几天浪费一下 但是好处是你可以一次性给他灌饱 这样的话呢 呃 他就睡得很踏实 就不会折腾家长了 那我给他喂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我先给他喂饱了 他就是他不闹了 OK 你给他喂一点 他其实就不闹了 然后呢 我就会给他拍嗝 然后我会起来抱那么大概半分钟左右 然后呢 我会再给他喂奶 然后再给他拍嗝 然后我就大概两三次之后 就看他大概能喝多少 然后差不多就是多少 然后最后再一次拍嗝 大概同共加在一起 可能也就是三分钟左右 然后给他包裹好了 放在那边 他就可以大概睡至少两个小时 长的话三个小时 像昨天晚上十二点喂了 之后三点起了一次 六点起了一次 然后这一次呢是八点多起来了 看非常的完美哈 如鱼得水哈 当然这只是个人经验哈 接下来呢就是给鸭 给悠悠第一次洗澡哈 因为现在已经是十点半了 然后大概一两点钟 我们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给他洗个澡 然后我们就走起了 顺便再重新学一下 怎么给小孩子洗澡 上次呢鸭的时候 我们是每天一洗 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 悠悠呢打算两三天一洗哈 等到再大一点上幼儿园了 再给他洗得更紧 所以生孩子让我误导了三点 第一点松弛感 第二点要学会总结更改再总结 第三点就是要享受生活 好了今天这集呢可能比较简短 待会我们可能再拍一些 我们回家的镜头安置他们 然后姐姐照顾妹妹的 人心镜头 也就这样了 那昨天晚上呢也是第一次 我没有跟女儿一起睡觉 没有跟鸭儿一起睡 我觉得还是 心里还是很多感慨的 不过相信在她成长的路上 可能不陪她的日子会越来越多 也希望她可以变得更加的独立坚强 然后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的 老大老二都是一样的 好我们待会就等着出院了啊 买房子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说 我想要一个朝南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就是朝南的 真的是太热了 空调在上面吹着 这边阳光真的是太热了 就是还是晒的有一点不舒服 而且她是全天一直在晒 她不像是东边西边啊 只有半天在晒 真的是全天阳光明媚 好处是看上去很开心啊 但是坏着就真的很热 然后我就要及时调整我穿的衣服 而且我你看这个床 这个床是在这儿的吗 是不是床在这里 所以她就一直晒着 我就没有办法躺着 我只能晒我的背 我不能躺在上面 在上面我就把床帘摇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还不如来一个朝北的房间啊 有空调冷热都不怕 然后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影响会比较低啊 这个可能是是我第一次吐槽朝南嘛 这个当然在华人很喜欢 但是在病房里我觉得还是挺受罪的啊 我们回家了哈 这个踏上征途哈 哎呀喝 好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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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哎呀真是这这这几天哈 经过了三天两夜的奋战哈 我们终于啊成功的把老二悠悠带回家了哈 我们现在上车准备走起了 这几天啊 感谢观看